弟兄姊妹 早安 感谢主 在主日我们又可以一起来敬拜祂 非常谢谢弟兄姊妹 为今年安徽的语文交流队祷告 借着弟兄姊妹的祷告 我们很顺利地完成12天的营会 今年是我们洛杉矶安徽自由 到安徽马鞍山是第四次到马鞍山 进行语文的交流 因为过去去了好多次 所以跟当地的学校 跟当地的有关的部门都有认识 所以我们也得到比较多的接纳 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四到第八节 讲到爱的真谛 这个爱的真谛 也是语文交流队的主题曲 我们每一天都唱爱的真谛 唱了一两天以后 学生都会记得怎么唱 所以每一天我们就把几个字 一节来给他抵律掉的话 学生都会唱得出来 不仅我们每一天唱爱的真谛 学生会背爱的真谛 每一天的分班之前 在一起大堂 我们都有一位学员 一位队员做他个人的见证 他见证他是怎么信主 信了主以后 他生命有怎么样的改变 不仅他做见证 他所讲的见证 都也放在投影机投影片 所以学生可以一边听 也一边看同学们的见证 感谢主这几天下来 队员们都相安无事 事实上学校的老师同学 都非常炫慕我们这些队员 他们的生命 因为从我们这些队员身上 只带同学 学校的老师 学校同学都看到 我们这些队员 他们的生命当中 有平安 有喜乐 并且也从这些队员身上 看到他们是带着基督 有基督的爱心 一起到了安徽去 所以有时候下了课以后 放了学以后 有的同学都会来跟队员说 他自己也是基督徒 或者他会告诉我们 他的父母也是基督徒 今年还有一个特点 就是学校也特别安排队员 跟去年的学生 有一次的聚集 因为一些部门的当地的领导 也知道我们都是基督徒 所以礼拜天早上 不会安排我们有什么活动 所以跟旧生在一起聚集的时候 就是安排礼拜天的下午 今年学校不仅提供了教室 让队员跟旧生有一起的年移 并且学校还特别博了一些经费 是让旧生跟队员们一起有年移 学校特别跟这些同学说 不要让这些队员再出钱了 因为平常我们都请学生吃饭 到了跟旧生在一起的时候 学校说不要让这些队员再出钱 所以感谢主 今年的交流队跟八年前开始去的时候 有许多的不同 八年前我们出出去的时候 学校都不太愿意让我们队员 在放学以后跟学生们在一起 但是这一两年 学校就特别鼓励 让学生跟队员们就一起 特别学校的老师就会说 你们多跟这些交流队的队员在一起 从他们的身上 你们也可以看到 也可以学到 有许多我们没有的 今年一位学校的领导告诉我 说去年我们的语文交流队 是在马鞍山的所有学校的 暑期夏令营当中 我们是最佳的夏令营 这位领导说 他相信今年我们的语文交流队 还会同样得到这样的一个荣誉 当地的有关部门 还邀请我们明年再去 所以请弟兄姐妹为这个祷告 求神引导我们 如果是神要我们去的 我们就去 神不让我们去的 我们就不去了 今天我们要回到 加拉泰书信的经文 今天只有短短的五节经文 是讲到生活应用方面的经文 在过去的几个礼拜 当我们读加拉泰书信的时候 我们会发现 加拉泰书信跟罗马书 有许多相同 有许多相似的地方 都是讲到一些基本的教义 好像在加拉泰书第一章 就讲到有关福音 第二章讲到音信称义 第三章讲到亚伯拉罕的后义 亚伯拉罕的正后义 第四章讲到律法和基督 第五章讲到圣灵的引导 加拉泰书这些 讲到这些信息 在罗马书同样 我们也会看到 有同样这几方面重要的信息 另外加拉泰书跟雅各书 表面看起来 好像有一些红 但是很奇妙的 加拉泰书跟雅各书 看起来虽然不同 但是实际上 在教义方面都有相同的地方 加拉泰书是在教义方面 讲到音信称义 就讲到在教义方面 怎么样我们可以达到神的标准 那雅各书是从生活方面 讲到我们怎么样可以达到神的标准 所以看起来虽然有不同 可是加拉泰书跟雅各书 实际上却是有相同的教义 那过去的几个月 那过去的几个月 就是用爱心来带人 是在生活上面 我们怎么样来应用 用爱心带人的一个原则 特别今天的经文 是一到五节 讲到我们需要用爱心 来挽回软弱的人 还有就是也让我们看到 我们带人处事 对人对自己 我们有怎么样的责任 所以我们就一起 再来看这五节 我们在荧幕上 我们再把这五节 我们一起来读一次 弟兄们 若有人偶尔被复犯所剩 你们属灵的人 若当用映楼的心挽回过来 若当自己小心 恐怕被引用 你们个人的重担要互相担当 如此就完成了基督的律法 没有 自己还以为有 就是自欺了 人应当自己的行为 这样他所夸的就在别人了 因为个人必担当自己的担子 这短短的五节经文 我们先来看几个字 这几节经文 我们先来看几个字 第一个字 是在第一节 第一节 第一节说 弟兄们 若有人偶然被过犯所剩 你们属灵的人 就当用温柔的心 把他挽回过来 当弟兄姐妹 偶然被过犯所剩的时候 我们属灵的人 被圣灵管理的人 我们要用温柔的心 把他挽回过来 挽回这个字 原来就好像骨头折断了 要把它接回来 这个挽回 在圣经还有其他别的翻译 挽回 也有修补的意思 有修补的意思 在马太福音第四章 我们第四章 讲到主耶稣呼召门徒的时候 主耶稣呼召门徒的时候 有一天他看到西比太 跟他的儿子雅各约翰 在船上来捕网 他们原来钓鱼的 可能鱼钓得太多 鱼钓得太大 网子破了 所以他们要在那边补网 原来这个补网跟挽回 也是一个同一个字 所以也是让我们看到 好像当弟兄姐妹 不论人际关系 或者是个人 好像一个网破了以后 我们需要把它修补起来 把它修补 就跟这个挽回 是同一个字 这个挽回 也有成全的意思 圣经也有翻成成全 在希伯来书三十一章 希伯来书十三章三十一节 讲到在善事上 这个是保罗 神借着保罗的一个祝福 祝福弟兄姐妹 说要在善事上成全你们 在善事上成全你们 这个成全也就是挽回 在希伯来书十三章二十一节 我们被神成全以后 接着就说 可以遵循神的旨意 所以挽回 有修补的意思 也有成全的意思 就是成全 在彼得前书五章十一节 也是说 也提到 在弟兄姐妹 战受苦难以后 要成全你们 所以这个挽回也有成全的意思 所以这个挽回就是有修补 有成全 也就是当我们看到弟兄姐妹 有软弱的时候 我们需要用温柔的心 修补它 来挽回它 来成全它 那第二个 这五节经文 我们第二个就看 基督的律法 第二节说 你们个人的重担 要互相担当 如此就完成 完全的基督的律法 就是成就了 完全的基督律法 就成就了基督的律法 那什么是基督的律法呢 什么是基督律法 就是基督的命令 基督的分布 就是如果个人的重担 我们彼此担当了 我们就成全了 成就了基督的律法 那到底什么是基督的律法呢 什么是基督的律法 我们先来看两处的经文 这是主耶稣 他自己说的 主耶稣说 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 叫你们彼此相爱 我怎样爱你们 你们也要怎样相爱 约翰福音十五章十二节 你们要彼此相爱 像我爱你们一样 这是我的命令 所以基督的律法 就是基督的命令 主耶稣的命令 主耶稣给我们的命令 就是要彼此相爱 所以刚才的经文 讲到说 如果有人偶然被过犯所剩 我们属灵的人 要用温柔的心 把他挽回过来 我们把他挽回过来 也就是我们彼此的相爱 就成就了 成全了基督的律法 因为这是主耶稣给我们的命令 我们需要彼此相爱 当弟兄姐妹有软弱的时候 我们需要把他挽回过来 这样就成全了基督的律法 我们弟兄姐妹都知道 我们是主的门徒 主的门徒 主耶稣对门徒有怎么样的要求 给我们怎么样的条件呢 我们也来看两处的经文 这是主耶稣 他自己告诉我们的 我们要做主的门徒 我们需要有两个条件 我们来看这两个条件是什么 我们一起来读 约翰福音八章三十一节 耶稣对信他的犹太人说 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 就是我的门徒 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 众人就认识 我是我的门徒了 所以做主的门徒 就是两个条件 很简单两个条件 我们需要遵守主的道 第二我们需要有彼此相爱的心 遵守主的道 要彼此相爱的心 今天我们当中 有几位年轻的学生 从中国来 那盼望今天来到我们当中 不仅你可以跟我们一起敬拜主 也可以认识主耶稣 认识主耶稣 我们可以从祂的话 祂的命令 我们也可以认识 主耶稣要我们做祂的门徒 就是两个条件 要遵守祂的道 要彼此相爱 我们知道神爱我们每一位 在座的每一位 都是神所爱的 祂在我们身上 有一个极大的盼望 就是要我们得生命 并且得得更丰盛 所以若是今天 在我们当中 我们每一位来敬拜神的 盼望我们都能够认识祂 我们可以得到主给我们的生命 并且我们可以有一个 更丰盛的生命 那接着我们一起来看 这一节 这是主耶稣给我们的命令 那盼望今天在座的 我们的新来宾 能够将这一节 都牢记在心里头 这是约翰福音 约翰一书三章二十三节 主神给我们的命令 我们一起来读 神的命令 就是叫我们信他儿子耶稣基督的名 且照他所赐给我们的命令 彼此相爱 这一节经节呢 看起来就是有两个命令 一个要信耶稣 第二个要彼此相爱 但是事实上圣经的文法 这是只有一个单数 一个命令而已 这个命令呢 就是一方面我们要信耶稣 另外一方面 我们是要彼此相爱 所以今天的经文 这加拉太书六章一到五节 就是告诉我们 我们需要彼此的相爱 彼此的劝勉 彼此的相爱 当我们彼此相爱的时候 就成就了基督的律法 让主的命令 主的吩咐 我们可以达成 可以实现 这是今天这一段经文 第二个我们看到 什么是基督的律法 就是基督的命令 基督的吩咐 就是要我们彼此相爱 这一段经文 第三 这一段经文 我们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 第二节说 个人的重担要互相担当 就是弟兄姐妹 有难处的时候 我们需要互相担当 那第五节说 个人必担当自己的担子 那到底我们的担子 要不要别人去来承担呢 那这是什么意思呢 重担要互相担当 可是个人呢 又要担当自己的担子 所以是不是 别人有难处的时候 有困难 有错德的时候 我们就告诉他 个人的担子 自己去担好了 是不是这样呢 通常有 如果圣经有怀疑的时候 或者我们觉得 有什么不明白的时候 有两个方法 第一个 我们从这个字 字的本身来看 第二呢 还要从上下文来看 上下文还有字的本身 我们就可以看到底 这个是什么意思 那这里 两个字 重担 担子 原来不是同一个字 并不是同一个字 重担呢 原来是 讲到好像一个船上面 很重的货物 很重的货物 那这个是很重的货物 就像我们有了很多重担 有失利 我们有困难 我们有困难 有挫折 我们有忧伤 有难过 这都是我们的重担 那这些重担 弟兄姐妹 有这些重担 我们需要互相担当 所以看到弟兄姐妹 有难处的时候 有挫折的时候 还有有忧伤的时候 我们不能袖手旁观 我们一定要去分担弟兄姐妹的重担 那必要担当自己的担子呢 这个担子原来是好像军人的背包一样 我们需要军人的背包 是要自己来承担的 需要自己承担 所以从上下文来看 第一节讲到弟兄姐妹 有过犯 被过犯所剩的时候 我们要互相担当 然后第三节到第五节 就讲到为什么 为什么我们要担当 互相来担当 三到五节 其实就是来说明 为什么要互相担当 因为我们必要担当自己的担子 我们来看原来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我们可以看 你们个人的重担要互相担当 这个重担就是burden 就是好像刚刚提到 船上很重的货物 很重的货物 压的船 可能开得很慢 那要担当 这个担当是现在事 是要我们彼此就要担当了 可是第五节 这个担子 这个肉 是讲到好像军人的背包 我们军人的背包 就是要自己来付 就是要自己来付 而且担当是未来事 是将来要承担担子 所以第五节这个担子 原来就是责任的意思 个人需要承担你自己的责任 我们的责任是什么呢 我们的责任就是相信耶稣 我们的责任就是要彼此相爱 如果我们不担起这个责任 我们必要 必要 我们一定要担这个责任 这个未来事的意思 中文用毕字呢 常常是讲到未来 未来我们要为自己的责任负责 也就是说当我们面对主 在将来在审判台前的时候 我们需要为自己的所做的来负责 原来是这个意思 我们必须在未来 在主的审判台前 我们要为自己所做的负责 神给我们的命令 是要彼此相爱 可是如果我们没有去做到的话 我们将来在主的审判台前 我们就要为没有做好这件事来负责 所以从今天的经文呢 我们来看分两方面 对人重担要互相来担当 那对自己呢 我们需要这个担子 这个责任呢 我们将来面对主的时候 我们需要承担这个担子 承担这个责任 承担这个责任 我们先来看对人 我们弟兄姐妹的重担 我们需要互相来担当 这里讲到我们彼此担当 互相担当重担 两个原则 第一节告诉我们 需要用温柔的心 那第二方面呢 还要自己小心 要自己小心 怎么样能够有温柔的心呢 在以弗所书第四章 还有哥罗西书第三章 同样都讲到 我们需要谦虚 我们需要谦虚温柔忍耐 哥罗西书三章也是讲到 我们要存谦虚温柔忍耐 同样两处都同样用到 这个谦虚温柔忍耐 也就是让我们看到 我们怎么样有温柔的心呢 我们需要先有一个谦虚的心 需要先有谦虚 我们才能够温柔 有了温柔 我们才能够带出忍耐 然后用爱心来互相宽容 所以我们需要求神帮助我们 让我们就是在关怀别人的时候 来分担别人重担的时候 我们需要有一个谦虚 然后才能够温柔 才能够带出忍耐 能够用真正的爱心来互相宽容 在游大书22、23节 同样也让我们看到 对弟兄姐妹 我们对人的关怀 我们需要温柔的心 而且要自己来谨慎 自己小心 游大书22到23节讲到 有些人存疑心 你们要怜悯他们 有的人 你们要从火中抢出来 搭救他们 有些人你们要存惧怕的心 怜悯他们 连那些被情欲沾染的衣服 也当厌恶 这两节经文 就是也让我们看到 我们对人的关怀的两个原则 就是要存怜悯的心 还有另一方面 我们要自己格外的小心 自己格外的小心 每个主日 当我来教会的时候 我就看到有一些人 站在这个 Bray Canyon Cut-Off这个路上 我起先以为他们 是来这么早就来聚会 后来发现说 原来他们是要等着 搭发财团的车子 有的时候 我们想说 我们去看看 去关怀他们一下 可是很容易的 如果你自己不小心的话 就是自己也陷在这里头 过去在澳门的时候 我们就看到许多的家庭 他们的家人 在赌场做工作 他们就是不知不觉 就受了赌场的影响 所以圣经告诉我们 我们关怀的时候 我们需要存怜悯的心 另外一方面 我们自己也需要格外的小心 这是我们对人的一方面 我们就是要 要怜悯的心 自己也要格外的小心 所以这里提到 为什么要自己 要对人要关怀怜悯 因为我们 这是主的命令 我们需要担当别人的重担 同时我们要对 我们的责任 将来面对主的时候 在主审判台前的时候 我们要负起我们自己的责任 所以求神就是帮助我们 让我们知道怎么样 来怜悯的心 关怀别人 并且自己要格外的小心 因为我们要在基督审判台前 来为我们所行的 或善或恶来受报 第二段三到五节 讲到我们要对自己的责任来承担 如果弟兄姐妹 有了难处 我们还不去关怀的话 我们会将来要对自己的责任负责 那怎么样来担当自己的责任呢 第一就是第三节 我们需要承认自己的无有 那第三节原来的意思说 如果别人有了难处 有了重担 有了软弱的时候 我们袖手旁观 不伸出援手呢 我们还以为我们自己有什么 比别人好 不去帮忙呢 其实就是自己欺骗自己 是自己欺骗自己 那这里第三节说 人若无有 自己还以为有 就是自欺了 这也是我们需要来看到自己 需要看到自己 我们原来在神面前 我们也是一无所有的 原来就是因为神的恩典 我们可以来到神的面前 我们也是因为神的恩典 我们可以去帮助别人 彼此来扶持 查理是威斯里 是约翰威斯里的弟弟 在生命思选 是圣诗奇异的爱 他就是有这样的一段歌词 只能如此 像我这样罪人 也蒙宝血 救赎大恩 其恩典 我只能如此 我主我神 敬畏我死 那这一节诗歌呢 也是让我们看到 我们在神面前 其实也是 原来也是一无所有的 所以当别人有软弱的时候 我们也需要伸出援手 来关怀别人 去帮助别人 若是我们看到别人有难处的时候 弟兄姐妹有难处 我们不肯去帮助 我们还自己以为 自己也好就可以了 那就是第三节说 这是自己欺骗自己 那我们需要承担 承担这个担子 承担自己责任 第二呢 第四节告诉我们 我们需要查验自己的行为 第四节说 个人应当来查验自己的行为 这样所夸的就专在自己 不在别人了 有一位哲学家 苏格拉底呢 他就是讲到 我们人的生命 我们的生活呢 要有意义 需要要常常 省察自己 省察自己的生命 省察自己的生活 这样我们的生命 才会有意义 那对基督徒来说 如果我们不懂得反省的话 我们的生命也很难突破 也很难成长 法利赛人就是这样子 法利赛人常常会指责别人 他不懂得自己来查验自己 省察自己 常常 法利赛人常常就是以为 自己所做的就是对的 自己所做的 就是好的 所以每一次主餐的时候 当主耶稣 设立圣餐的时候 就是提到说 我们应当自己省察 然后吃这饼 喝这杯 在哥林多前书 十一章二十八节所说的 大卫他自己 他很会 也会省察自己 诗篇一百三十九篇 二十三二十四节 大卫的诗篇讲到 他说 神啊 求你 建筹我 知道我的心思 试念我 知道我的意念 看在我里面 有什么恶行没有 引导我走永生的路 大卫他在神面前 会省察自己 我们实在需要求神帮助我们 让我们也常常 在神面前 我们也能够 省察自己 我们省察自己的行为 这样所夸的 就专在自己 不在别人了 我们省察自己的 自己 让我们 以英语为荣的 都是 钻在自己 让我们 得安慰的 也是在自己 而不是在跟别人 来比较 要省察自己 不是在跟别人比较 那 第三 我们需要 有一天 我们都需要 面对 我们的责任 因为个人 必担当自己的担子 也就是 有一天 在主审判台前的时候 我们都要为自己的责任 来负责 刚才已经提到说 我们需要承担 自己的担子 我们 这就是 哥林多后书五章第十节 因为我们众人 每一个人 没有一个人 可以 这个 就是 不在其中的 每一个人 必要 就是说 一定要 在基督台前 显露出来 也就是说 我们每一个人 没有一个人例外 我们一定会在 基督台前 按照个人所行的 或善 或恶 受报 也就是说 这一节 也就是提醒我们 当弟兄姐妹 有软弱 有 忧伤 有痛苦 有难过的时候 我们需要 彼此的关怀 彼此的扶持 如果我们 没有 没有来 关怀的话 将来 在主的审判台前 我们 都会 面对着 主的审判 因为我们 就是要 为自己所做的 来 来负责 所以 求神帮助我们 让我们 就是 借着 今天的经文 让我们 看到 我们 待人 处事 我们彼此的相待 我们有 怎么样的 一个原则 所以 求神帮助我们 让我们 就是能够 分担 别人的重担 一方面 分担 别人的重担 另外一方面 我们也可以 来承担 自己 我们的担子 来承担 我们应该 有的责任 所以求神 继续的 来帮助我们 带领我们 我们一起 祷告